我以前看过一个奇葩整股综艺 节目组安排嘉宾泡温泉 结果泡着泡着温泉突然炸了 我一开始以为这事很扯 但来了西藏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会爆炸的温泉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 人们给野生温泉加了这么多警告标志 当心落水禁止游泳水深危险 这边写了21年的时候 曲谱温泉发生爆炸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并非是耸人听闻 我们以前在地理课上学过 西藏是中国地热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 由于地广人西这里的野温泉多得离谱 而在这其中 已发现的爆炸温泉就有11处之多 有一个就在阿里地区的圣湖马庞拥挫的旁边 由于马庞拥挫的环湖线路没有铺装路面 所以前往这里的路真的非常难走 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个车好像不应该进 哈喽 哈喽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我们之前查了一下这个温泉原本是可以泡的 但因为爆炸太频繁 为防止伤人当地就用金属围栏把整个温泉围住了 所以目前基本没人专程跑来这里 我真的很不可思议 你看到前面真的是挺大的一片池塘 整个表面振腾的热气就宛若先进 哦这边写了21年的时候 曲浦温泉发生爆炸 水头高度超过了十余米 将近有五分钟的时间持续 高达85度 这可不是能烫伤吗 流量约20升每秒 这里的温泉为什么会爆炸呢 其实是地下已经处于过热状态的温泉 在周围压力发生变化时 突然气化 突破地表 形成爆炸 这种爆炸形式称之为水热爆炸 那么为什么地下的压力会骤然变化呢 这个知识点不用我说 你们一定记得 去年这也发生过两次小规模的爆炸 然后西藏地刊局的专家 说近期亚欧板块活动频繁 各位学过地理的朋友DNA动一动 就是我在一开地理课堂之后 再也没有看到亚欧板块活动频繁 这几个字了 我们围着这个温泉绕了一圈 发现温泉最后会沿着这个小口子流出来 然后它就温成一条小溪 汇到这个河里 也就是说这个水就是温泉水 我们先下去摸一下 小心小心小心 先慢慢慢慢慢慢使 这个水满好棒 如果你将视野继续拉伸 你会看到我们所立足的整片高原 都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挤压摩擦的造物 台升处为风 下陷处为谷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圣湖马旁拥挫的南北两侧 分裂着喜马拉雅山与钢底斯山 此时此刻我们就站在这个巨大的皱褶中 我们现在在219国道上行进 你知道特别不可思议的一点什么吗 在这边 你看到的雪山 它属于钢底斯山脉 但是在那边 你可以看到那些白色的雪山 它是喜马拉雅山脉 在此时此刻 钢底斯山219国道 还有喜马拉雅山脉 它几乎成了相对平行的一个状态 你一下子就感觉 以前学了那么多东西 当你真正看到它的时候 它其实一点都不难记 它就是很清晰的一个状态 地理一点也不枯燥 它是世界造物的规律 更是一本 你可以随时随地阅读到 但却永远无法探究到底的 自然之书 除了会爆炸的温泉 西藏还有一种超级特别的温泉 那就是间歇喷泉 简单来说 这种温泉会不定时喷射 最高可以喷到十余米 从曲谱温泉出发 沿219国道继续向东 大约600公里 有一个达克架温泉 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间歇喷泉群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间歇喷泉 在这儿你能近距离地看到 滚滚热水从地底激烈喷发的奇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喷泉真的喷得很凶 而且它这个温度应该很高 这个温泉之所以能够间歇喷发 简单来说就是地下水被加热到沸腾 压力变大喷出地面 而水喷到外面会冷却回流 到了地下再一次被加热又会喷射 因为现在海拔太高了5000多米 就我现在张大嘴说几句话 我就感觉就已经很缺氧 就是头会感觉晕 然后心悸 但我们发现哪怕是在这么高的海拔上 居然还有不少人冒着缺氧的风险来泡温泉 这边真的有好多人过来泡温泉 就是虽然我都目前为止不知道在哪泡 我们看看周围哪能泡吧 这个地方其实真正人能下去泡的池子不多 因为这样的池子是没法泡的 就这样的池子你进去就必熟 就是去了之后大家出来都是熟人了 我感觉这个温度也很高啊 应该也能达到一个 我感觉八十来度是有的吧 我站在它的下风口闻一下它的气味 哇 就是臭鸡蛋味 非常浓烈的臭鸡蛋味 就是闻起来确实不太好闻 你好 谢谢 这个池子可以泡吗 可以 谢谢 大家都在池子旁边休息 我这一招呼一声不打 直接溜溜一下子光不溜溜进去也不太好 我先试水温 水温怎么样 凉不凉啊 好 我觉得这个温度正好 它这个就是池壁是挺滑的 应该有那个苔藓 哇 哇 哇 好 再见 谢谢 有很多本地人来救援泡 就是大家好像就是把这当成一种公共浴池 真的很棒 这种氛围就是谁来了进去 然后大家互相打个招呼 虽然是一面之远吧 但是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我现在准备把整个身子放进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这个水质其实不是特别的清澈 对 我感觉有些苔藓在里面 对 但是不妨碍这个水的整体感觉很好 可以看到前面就这个位置 就是连接着刚刚那个喷车的全眼的一个小通道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温泉水 在这个池子里的水 是那边现在正在冒烟的那部分 它喷出来了 朋友们我很难表述现在此时此刻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洗澡泡澡 我觉得这应该是极致享受 这一次泡的这个野温泉真的是纯野温泉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人工痕迹 真的我没法形容现在的感受 就是你现在把它当成一个景观来看 就周围真的景色美豹 有河有山然后有绿草 泡完之后你感觉你那小手 红润透亮 小脚 就是高原缺氧的状态 会在泡温泉之后反应的更加明显 先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西藏的温泉一无所知 但是在翻阅资料的时候 我猛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杨巴井温泉 小时候在地理课本上我第一次听说有个叫杨巴井的发电站 不用燃煤不用风吹 依靠着地热就能源源不断的产生电力 但我们到达杨巴井的时候了解到 这座建设于1977年的地热电站目前正在整修扩建 不过当地人跟我们说 在它的不远处有一个名叫洋溢地热电站的项目正在工作中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种发电形式 你看这边巨大的银色的拐线延伸到远方 在那个陕里面应该就会有冒着蒸汽的泉眼 然后通过这些拐线蒸汽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地热电站 如同大地心脏波动 这些从地底鼓鼓而出的蒸汽和热水夹带着巨大的热闹 作为唯一不受天气和季节影响的可再生能源 它将化身为电 点亮万家灯火 热水在完成发电工作后将重新回灌 或许在未来地热的意义会更加深刻 它是自然要素 是静默全身的温暖 也是驱侧着人类向前的动力 在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西藏的温泉仍然在地下涌动 生生不息 离开洋巴井后 我们来到了西藏的首府 圣城拉萨 来之前我一直听说 布达拉宫的墙是用牛奶泼成的 我真的很想舔一舔 环形中国的旅程还在继续 现在关注一波 后面的路还长着呢